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最广为人知的 大概就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吧 白鹿洞寺不只是一座佛寺 更是为了纪念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而建造的 寺庙所在的山壁之间 看得到许多石头佛像 全都是这座佛寺的书院 直接在天然巨石上面凿客 让人不禁惊叹 这浑然天成的工艺是何当巧妙 寺内三宝殿后方还有一个石洞 洞内有一座栩栩如生的白鹿雕塑 气温高的时候空气湿度增加 洞中会冒出细细的雾气 便会形成白鹿寒烟的奇观 可是相当著名的厦门八小景之一哦 放屁下来